张本志和现状,被沦为棋子,离外不受欢迎,可以说乒乓球项目是中国关注度最高的项目之一,因为中国已经统治了这个项目的所有金牌,而这项运动的球员们,广大球迷肯定也是了解不少,问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张本志和也是其中之一,先后击败樊振东、张继科、马龙等国拼一众高手的张本志和,可以说实力不容小觑, 但是他的身份始终是一名规划球员,在国内他被无数球迷称为叛徒,张本志和即便在日本也是饱受争议的,日本球迷也忍受不了他比赛赢球后的怒吼庆祝方式,日拼鞋甚至为他量身定制了怒吼令,不准他在国内赛事上大吼大叫,张本志和更不受国人的待见,因为他太过张狂,不可一世,动不动就要代表日拼击败我们, 结果大家看到了,这脸被打得已经无比自容了,你可能会说,张本志和成绩如此优异,他在日本肯定是个万人迷缺室,张本的人气在日本乒乓球界确实不低, 虽然日本是世界上,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,但是他们比较好感的国家是加拿大,美国,巴西,而不是中国,所以说张本志和现在日本社会肯定还是比较喜欢他, 毕竟他帮助日本拿到梦寐以求的冠军,至少在面子上,还是要给他心安慰吧,不过从日本人内心来看,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,能为日本打败中国队的一枚棋子, 因为他并不是正真意义上的日本人,他们还是很排外的,当年的和智利小山智利,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晚年很凄凉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